四个轻火中成样 专轻肝火 胃火 心火 肾火 我们的身体无脏腑 忧火了 该怎么办呢 今天沈医生给你说说 正确的调理顺序和调理方法 肾有火则汗多 中医认为肾脏主管人体 水液代谢和排泄 当肾火旺盛时 就会导致水液代谢失衡 多余的水分不能正常排出 而出现汗多的症状 肾火旺盛 还会导致头晕目眩 潮热倒汗 腰腿酸软 失眠多梦 倒汗 口干舌燥 如果有这些症状 可以用直搏地方玩 肝有火则睡眠浅 容易醒 肾脏是人体内重要的代谢和解毒器官 当肝火旺盛时 整个人容易变得急躁易怒 入睡困难 而且还很容易醒 肝火旺盛 还可能伴有头痛 目翅 烦躁等症状 你可以用龙胆泻肝玩 心有火则溃疡 心脏是人体生命活动的重要器官 当心火旺盛时 可能会导致嘴巴烂 面色红翅 口舌生疮 长口腔溃疡 还有便秘等等症状 心火旺盛 还可能伴有心悸 心烦失眠 我们可以用倒翅散 胃有火则口苦口臭 胃是人体消化系统的重要器官 当胃火旺盛时 可能会导致牙龈肿痛 胃火旺盛 还可能伴有胃痛 胃酸过多 消化不良等症状 你可以用牛黄轻微丸 你记住了吗 需要注意的是 以上症状 可能与某一内脏火旺有关 但不一定就是火旺引起的 还可能是其他疾病 或者原因导致的 医学科普仅供参考 如有不适 及时限下就医